尿毒症,鸡肝800,肾脏7公分,医生让透析,不想透怎么办呢? 从它这个肾脏大小上来分析的话,它应该属于是一个慢性肾脏病了 因为正常的肾脏是10到12厘米 那么它7点多的话,那就是说肾脏已经萎缩了 而且它这个病史应该是很长了,甚至10年以上的一个病史了 那么鸡肝800多呢,应该才按照国内的一个鸡肝的定义来说 肾脏超过707,我们就定义为尿毒症 那么它确实800多已经到了尿毒症期了 那么但是要不要透析,这就要看它的这个症状了 包括这个国内的这个王志根王教授也曾经提到过 这个透析并不一定能改善患者的这个预后 所以说要不要透析往往是要综合起来看的 举个例子吧,如果患者没有说这个心衰啊,高甲啊 倒不是说必然要做透析,也可以经过保守的治疗 甚至有些患者保守治疗以后是可以治疗这个病情转规,好转 但是如果是合并的心衰高甲的话是要透析的 因为心衰高甲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能出现生命危险的 严重的可能说几天就能出现生命危险 所以说这还结合它有没有心衰啊,高甲啊 严重的定义稳乱等的情况要综合分析 单独从它这两个指标上看,那倒不是说透析的这个指标 嗯